青梅竹马的笑话,让我表白五十次,才愿意和我在一起,第四十九次失败后,我放弃了,最后一次,是我对自尊的坚守,角落里,最近风头正盛的天才围棋手鹤烟,突进我怀里,与其委屈,沈丰,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吗? 在大学操场上,我向顾原做了第四十九次告白,顾原微笑,摸着我的脸,沈丰,不好意思,我还是不能答应你,周围是同学的嘲笑声,校草梦远一脸得意地站在顾原身边,沈丰,你这又是何必呢?多少次了,非逼得自己做舔狗? 你不累,我们看着都累了,随即摸了摸顾原的头,你也是,拒绝不能委婉点,顾原无奈耸肩,一套亲密动作下来,倒是显得两人无比暧昧,顾原走近,将我的手臂抱在怀里,我们要去吃午饭,跟我们一起去吧,他总是这样,每次拒绝完我,又给我一种,下次再努力一点,就会成功的错觉,我微微错开, 男生,不了,我还有几条发条没背,要回去学习了,顾原似乎早已习惯我因为学习拒绝他,冷漠开口,没意思,然后牵起孟远的手离开了,没意思是顾原经常对我说的话,你怎么总留这么丑的发型,一点男人胃都没有,没意思,都上大学了,还只知道学习,跟个书呆子一样,没意思,现在很多男生, 都会做饭,就你不会,没意思,就这样,我剪了头发,学习做饭,每天给顾原带吃的,努力成为顾原喜欢的斯文儒雅的男人,但那些都不是我,我弄乱自己的发型,将为顾原做的午餐,送给了打扫操场的清洁阿姨,在宿舍被发条的时候,我收到了顾原的微信,第五十次告白的时候,不要穿今天的衣服了, 太丑了,许是我太久没回复,顾原第二条信息发来,我妈说太久没见你了,周末让你来我家吃饭,我和顾原是青梅竹马,而我很早就喜欢他了,在第一次告白时,顾原就和我约定,等我告白五十次,他就答应和我在一起,可我也决定,第四十九次失败后就放弃,前面四十九次是我对爱情的追求, 最后一次是我自己自尊的坚守,即使第五十次他答应我了,我们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,我是想和顾原在一起,但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和他在一起这一个愿望。 前面四十九次告白,已经把我对他的喜欢渐渐消磨了,我默默把顾原的微信拉黑,继续被发条,顾原会发现吗? 他应该会的,毕竟以前没有得到我的回复,他就会一直发,不过他应该不会在乎,毕竟凭借美丽的样貌和全校低的成绩,他身边并不缺帅哥,第二天,我穿着随性的运动服来到教室,顾原正被孟原几个男生围在中间,相互打闹说笑, 看到我,也只是上下打亮了一下,就立刻移开目光,因为他喜欢男生穿白衬衫,认为那样干净斯文,我之前基本都穿白衬衫,沈丰,听说你昨天又表白了,然后不出意外,继续被圆圆拒绝了,坐在我后面的沉露,突然大声说道,周围同学都安静了,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 我转头看去,眼角披肩顾原也往这边看,可是没有制止的意思,沉露继续嘲笑,要我说,圆圆和孝草才是最配的,俊男靓女,天生一对,你就别白日做梦了,我勾起嘴角,那又怎样,关你什么事,你喜欢孝草,沉露语气变得支舞,你,你不要乱说,我才没有你那么自不量力, 一个大男人,表白那么多次,也不嫌丢人,无论男女,勇敢追爱都不丢人,至少我喜欢了,敢光明正大去争取,你敢吗? 沉露无言以对,只能脸色铁青的看着我,顾原出来打圆场,好了。 好了,快上课了,大家别说话,随即深深看了我一眼,坐到我后面,我转回头,继续看书,摄友在旁边对我竖起大拇指,沈丰,说得太好了,以前,为了维护孤原喜欢的斯文形象,面对任何嘲讽,我都是默默不回应,现在可不惯着他们,第二节课上完,广播突然响起, 我们专业的天才围棋,守贺燕,又一次在国际比赛获得冠军,学校电视频播放了贺燕得奖后,接受记者采访的视频,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,因为比赛和训练的缘故,贺燕并不经常来学校上课,也不怎么和同学接触,大家对他充满好奇,明明围棋那么厉害,为什么会选择法学专业,摄友也兴奋地拍了拍我,沈丰, 沈丰,你认识贺燕吗,我之前远远看过他,长得实在太美了,我点点头,认识,确实好看,沉露听到我的话,在后面冷哼,沈丰,你别吹牛了,贺燕客都没来上几次,你能认识他,还是你追不上圆圆,就打算换目标了,那你就别痴心妄想了,贺燕更不可能看上你, 我倒是见他和孟哥说过几句话,孟远笑容带着得意,也没有,他就是比较认声,和我更熟悉一点,下次我跟他说说,大家都是同学,雇员在旁边玩手机,全程没有搭话,只是在听到沉露那句贺燕不可能看上我的话时, 跟着笑了几下,我没说谎,我确实认识贺燕,毕竟昨天晚上,我还被他在角落里死命抱着,在知道我第49次告白失败后,贺燕立刻坐飞机回来了,到我宿舍楼下时,还能看出他的焦急,怀里的贺燕,让我感觉很温暖,舍不得推开, 沈风,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吗?贺燕的语气娇柔,带着期盼和委屈,和他清冷的外表完全不搭,在知道我喜欢雇员之后,他就一直在等着我第49次的失败,我忍不住开口,贺燕,可以让我再想想吗?短短一句话,足够让眼前的少女开心,在雪地里高兴地转了好几个圈,大家继续热烈讨论, 忽然看到贺燕从教室门口走进来,所有人都自觉安静了,孟远身边的朋友还小声说,孟远,贺燕不会是来找你的吧? 孟远脸上带着喜色,却还是小声道,别乱说,贺燕今天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,外搭风衣外套,显得他皮肤更白,身上的疏离感也更加明显, 他直直走到我的座位,拿出两张电影票,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撒娇,上次你说我得了冠军,就会给我一个奖励。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,周围人都震惊地看着我,谁也不敢相信,我真的认识贺燕,甚至交情匪浅,可以啊。 放学学校门口见,贺燕笑着点头,忍不住嘱咐,记得多穿点,你穿太少了,然后心满意足离开了,贺燕一走,全班同学几乎都围了过来,问我怎么认识贺燕的,连沉怒都厚着脸皮过来。 希望我介绍他和贺燕认识,贺燕是他的偶像,我只是笑笑,客气回复几句,没去在意顾元已经生气的表情。 下午,我是最后一个走的,收拾完东西走到教室门口,就被顾元拦住,他身体靠在门上。 沈丰,现在是什么戏吗?欲擒故纵吗?我抬头,看着他的眼睛。 顾元,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样的话? 他突然温柔一笑,拿出两张电影票凑劲,不就是想逼我陪你看电影吗? 你们男生,话招真多,我陪你,行了吧? 你们男生,是啊,顾元身边总是有很多男生。 我退后几步,不好意思,我今天没空,你找别人吧,我想要离开,被顾元从身后抓住,你什么意思,我不假思索到,我和别人先约好了。 这话一出,我们两个都愣住了,顾元板脸生气,沈丰,记仇可就没意思了,真以为我在意你和谁看电影,想通过其他女人激起我的胜负欲。 真的很幼稚,行。 反正想跟我看电影的多的是,不差你这个,说完,顾元甩手转身离开,其实我说,这话只是陈述事实,没有别的意思,是顾元想太多了。 几年前,爷爷去世,从小我和爷爷最亲,顾元也知道了,可是在我打电话给他,希望他能来陪陪我时,顾元拒绝了,他已经和几个朋友约好去逛街了。 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就是,我和别人先约好了,明天再陪你吧,与其甚至带着不耐烦,第二天顾元确实来陪我了,可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已经过了。 或许他把这个当作我的抱负,但我没那么无聊,抱负,证明还在意,而我正在慢慢学习不在意他,校门口,赫烟站在雪地里,不知道等了多久,虽然戴着口罩和帽子,但与生俱来的高冷气质,使他在人群里依然是最惹眼的存在。 见到我,赫烟漆黑的眼睛骤然亮起,上前一把抱住我,我有些惊讶,想要推开他,他却不动,靠在我的胸旁,与其耍赖,抱一下,在这里等你好久,冷死了。 这一幕正好被刚出校门的顾元看到,他神色微变,下一秒又变回刚才和朋友说笑的模样。 旁边的朋友撞了一下他,他无所谓的笑了笑,直直从我们身边走过,赫烟很快放开我,我拉着他上了车,车子是我暑假在家里公司帮忙,自己赚钱买的,到了电影院,我去买爆米花,赫烟在原地等我, 刚回来就看到他被几个小男生围着要威信,赫烟求救的眼神看向我,看几个男生说话结结巴巴,都很客气,我突然有了恶作剧的心思,站在原地,想看看他怎么解决,要是平时赫烟的经纪人乔治早就挡在他面前了,赫烟见我不动,明白我的意图,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无奈。 忽然和几个男孩说了几句话,又指了指我,然后男孩们都失望的离开了,你跟他们说什么了,我好奇问,赫烟委屈的看向我,我说,我男朋友在那看着我,他应该不会同意,听到这话,我脸红咳嗽几声,将一桶爆米花塞进他怀里,转身往影院里走,赫烟快步跟上,虽然看不见他的样子, 但我知道他在笑,看完电影,我将赫烟送回家,在我转身要走时,赫烟突然摘下口罩,点起脚尖,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,一个礼盒,不知什么时候放到我手里,刚亲完。 赫烟立刻脸颊通红地转身上楼,我感觉我的脸颊也是烫的,不知道是被血冻伤了,还是害羞,回到宿舍,我打开礼盒。 里面是一个精美的手表,我看着自己手里已经有些老旧的手表,这个是雇员在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送我的,当时我还信誓旦旦说会一辈子戴着,后来我才知道,这块手表是雇员送给别的男人的, 可是人家嫌太便宜,不肯要,雇员后面又去买了一块贵的送给人家,这个便给了我。 现在手表还刻着人家名字的英文缩写,想到这,我已经将雇员的手表摘了下来,换上了赫烟送我的手表。 第二天是周六,我家就在本市,所以周末没事都会回家,雇员家就在我家隔壁。 两家人关系好,经常一起聚餐,今天也不例外,雇母早早买了一堆菜来敲门,我连忙过去帮她一起拿。 顾夫顾母对我一直很好,所以我很尊敬她们,顾员跟在顾母后面,看着我的表情冷冷的,哎呀,忘了买辣椒喝算了,你们两个出去买一下吧,我和顾员互看一眼,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,只好一起出门。 路上,手机忽然响了,是贺烟发来的微信,一个卡通猫咪说着,想你了,我微微勾起嘴角,到机场了吗? 贺烟今天要飞到外地参加集训,到达目的地后,手机就会被没收,好几天都不能和外界联系,到了,贺烟发来了一张她昨天在学里闻我的图片,随后是一条语音,语气带着小得意,这是乔治今天发给我的,我不知道是谁派的,发到了学校的表白墙,你不准生气哦,我点开原图, 里面清楚地拍到我和贺烟的侧脸,原来昨天我们靠得那么近,我不自觉笑意更深,随手点了保存,我不生气,你安心集训,贺烟,好,上飞机了。 等我回来,后面是一个小猫握着脸颊傻笑的表情包,我忍不住笑出声。 这真的是新闻里讲的美丽高冷的天才围起手吗?感觉周围变得吵闹起来,抬头一看,原来是几个男生过来跟雇员要微信,雇员看了我一眼,拿出手机开心道,可以呀,我很高兴加帅哥,几个男生被他这么一说,笑得更开心了,还约他一起出去玩,雇员表示有事,下次约,他们才恋恋不舍离开。 以前我看到这一幕,心里总会觉得难过,生气,现在似乎也能站在旁观的角度,觉得雇员笑得真虚伪,雇员突然凑近我,生气了,没有,我淡淡开口,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,我就把刚才两个男生删了,雇员说得很自信,似乎觉得我一定会答应,我不理会。 忽然,口袋里的手机被雇员抽走,别这样了,你还真能把我关小黑屋一辈子,你把我拉出来,我们还和之前一样相处,雇员将手机藏到身后,我伸手,想要拿回我的手机,露出手腕。 在看到鹤烟送给我的手表时,顾员瞳孔一缩,猛地抓住我的手,你的手表呢?在顾员愣神之际,我拿回了手机,不知道丢哪了? 不知道,你不是说会一直戴着吗?你现在想,丢哪了,我们一起去找,顾员拉着我的手就要去找,我抽回手,不就是个没人要的手表吗?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?什么没人要的?那是我专门给你买的,我实在看不得他这副惺惺作态的模样,忍不住到CWI手表上的缩写。 顾员,你还敢说是专门给我买的吗?顾员愣在原地,或许连他自己都忘了,这个手表原本是要送给谁的? 我转身,你自己去买东西吧,我先回家了,回到家后,我直接进了房间,原本好好的心情,被顾员弄得一团糟,想起赫烟说的表白墙,我上去看了一下,可能是周末,没什么人刷,那张照片没什么热度,只有零星几个人夸般配。 心情慢慢平复,我开始拿书学习,让自己彻底忘记刚才那些糟心事,爸妈叫我吃饭的时候,我也没有出去,只说自己困了,想睡觉,周一早上有课,我一早便回到学校,不知道为什么。 总感觉身边的同学都在看我,对我指指点点,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今天哪里不对,低头一看,很正常啊,进到教室,就看到顾员拿着手机,看着我的眼神带着难过。 我侧头一看,手机上是贺烟闻我的照片,旁边一男生见到我,立刻大声对孟远说,还好孟远知道内幕,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某人是贺女神的男朋友呢。 原来是个舔狗,孟远得意地笑了笑,我和贺烟从小就是邻居,青梅竹马,他父母都是知名律师,他这个人就是教养比较好,对于舔狗不懂得拒绝,我和贺妈妈说过他好几次,但他总担心会伤了别人的心。 听到这,我也大概明白发生什么了,大家似乎都在等着我解释,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到位子上,拿出手机看了看表白墙,原本一开始还有很多人说磕道了,半夜不知道是谁,忽然发了一长段文字,说我是贺烟的舔狗,一直缠着他,随后很多人跟铁。 说看到我时时刻刻缠着贺烟,还说我脚踏两条船,一边和雇员告白,一边又纠缠贺烟,是个渣男。 舆论就这样一边倒的声讨我,忽然,一个男生坐到我旁边,沈丰,你还真是只会死缠烂打呀,以前纠缠雇员,现在又纠缠贺烟,劝你趁早放弃吧,贺烟根本不会喜欢你的, 人家喜欢的是像孟远这样的男神,其他人也附贺,是啊,贺女神如果真喜欢沈丰,事情闹得这么大,早就出来帮他澄清了,可见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,孟远走到雇员位子上,看了他一眼。 你们别乱说,就算贺烟喜欢我,我也要考虑一下的,我没有回应,自顾自拿起书看了起来。 面对这样的事情,说再多都是无用的,人们只会相信自己,愿意相信的,下个月就要期末考了, 我必须让自己的记点足够高,才能完成自己下学期设定的目标,旁边突然响起孟远惊喜的声音。 远远,这是送给我的吗?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这个手办了? 原来是孟远在雇员位子上,看到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手办,正准备拆开,被雇员一把夺过,孟远一愣,只见雇员握住他的手。 乖,下次给你买更好的,孟远在迟钝,也明白这个不是给自己的表情略为尴尬。 哦,没事,反正我家里这种手办多的是,雇员拿着手办放到我的桌子上,反正我也不喜欢这种东西,就便宜某人了,大家都惊讶看着,没想到雇员会主动向我示好。 这也是孟远第一次主动向我低头,以前每次吵架,都是我主动求和的,孟远此时,表情已经有些绷不住了,但还是牵强扯出笑容。 毕竟出了这样的事,沈丰也应该收点礼物,缓解心情,我将手办推远,冷漠开口,我这里不是垃圾桶,你不要的东西不要拿给我,周围人都没想到我会拒绝孟远。 顾远拿起手办,眼眶微红,但碍于公开场合,只能吸了吸鼻子,行。 像是为了印证,这确实是自己不要的,顾远直接走到垃圾桶,把手办丢掉了,但是孟远的脸更绿了,毕竟刚才他还说想要这个手办,现在顾远丢垃圾桶也不给他,不就说明他连垃圾桶都不如, 原本以为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,没想到越演越烈,甚至隐隐有向外发展的趋势,几乎全校都知道了。 我走到哪都能感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,但这并不能影响到我,所以我依旧该做什么做什么。 不去理会其他人的目光,直到有一次,我从图书馆洗手间回来,发现自己座位上放着一张辱骂我的纸条,我环顾四周,没有看到可疑的人,默默将它放到包里,这件事终究传到学校领导耳朵里。 辅导员找我谈话,老师完全相信你没做过这件事,但现在学校都在传,为确保你的心理健康,让这件事情尽快平息,要不你先请一个星期假回家休息。 我相信辅导员是为我好,毕竟大学的辅导员最害怕的就是学生出事,但我依然拒绝了,与其平静且笃定,我不会回家,这件事影响不到我。 如果没什么事,我先去上体育课了,辅导员见说不动我,只好让我回去,再去体育室拿器材时,遇到了站在角落的雇员,这段时间,我基本把他当透明人。 大家也渐渐感受到,顾员的脾气越来越暴躁,这次本想继续无视他,没想到,却被他挡住去路,找个时间做第五十次告白,我会答应你,到时候我们在一起,谣言就会不攻自破,我冷笑一声,不用了,我自己会处理,我的告白在第四十九次后就结束了,顾员眼底闪过受伤,随即委屈开口,沈丰。 你还想玩到什么时候,还是说你真的想和贺烟在一起,希望他能来为你证明,别白日做梦了,他要是真的喜欢你,怎么可能这么久都不出现? 他这样身份的女人,向他是好的男人一大把,怎么可能会看上你?我没有回应,越过他直接走了。 我知道贺烟这段时间在集训,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,但是,如果他知道了,会怎么做呢?可能就算他想发声,乔治也不会答应的吧。 其实我很想把造谣的人拉出来打一顿,但理智告诉我,这是法治社会,我不能这么做,周末早上,我难得睡个懒觉,被摄有猛烈摇晃床吵醒。 沈丰,别睡了,快起来看这个视频,我不情不愿地拿过手机,看到的是贺烟的采访视频。 里面他正在向记者展示自己用手机备忘录记下的围棋知识,镜头扫到了贺烟的手机壁纸,居然是他亲吻我的照片,眼间的记者立刻问道,请问壁纸的男生是谁?是你男朋友吗?贺烟难得在镜头展开笑颜。 还不是,但我正在努力追求中,希望后面可以是,听到这话,我彻底惊醒了,拿过自己的手机,发现贺烟早上给我发了信息,想我了吗?上飞机了?等我,后面跟着一个拼命奔跑小猫的表情包,宿舍里,摄友都发出羡慕极度恨的喊叫。 贺烟难有这个话题,很快就在网上报了,网上众说纷纭,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磕CP,只有我觉得贺烟这样大方公开真的很棒嘛,哎呀,我的新人梦中情人这么快就有主了,我失恋了。 我知道,这件事在他们学校闹得挺大的,男生一直被骂舔狗,没想到真相是这样的,贺烟这么好,哥哥快点答应吧,微信还有很多其他人发来的信息,我全部没有回复,下床收拾了一下就去图书馆了,路上依旧有很多人在偷偷议论我,不过不再是前两天的嫌弃表情,反而隐隐表露出羡慕。 一直学习到晚上,手机收到了贺烟的微信,在图书馆门口等你,一个望福尸小猫表情包,我收拾东西出去,见到了在角落里的贺烟,好几天没见,他似乎瘦了。 看来集训很辛苦,见我走近,贺烟直接将头枕在我的胸膛上,我伸手扶住他。 怎么了,别动,让我冲会电,说话间,贺烟温热的气息吹到我的脖子上,洋洋的,他伸手将我搂紧,头在我胸膛上蹭了蹭。 对不起,我都不知道你在学校遇到这些事,我并没有怪他,没关系,我早就报警了,有问题找警察。 早在事情刚发生的时候,我就已经报警了,之所以不说,是不想打草惊蛇,贺烟点头。 果然谁都欺负不了我家沈丰,我忍不住问,你这么做。 乔治答应了吗?哪有什么围棋知识备忘录,他的围棋知识都记在脑子里,什么时候记在手机上了? 不过是想让记者看到自己的手机壁纸罢了。 贺烟轻笑出声,自然没有告诉他,他现在正忙着和几个广告合作商周旋呢。 贺烟虽然不是明星,但因为美丽的外表和天才围棋手的身份,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,自然也有不少粉丝。 很多广告商都想找贺烟拍广告,贺烟今天的举动,无疑击碎了众多男友粉的心。 这下,乔治有的忙了,沉默片刻,我从怀里拿出一条钻石项链,戴到贺烟的脖子上, 这是我之前逛街的时候看到的,觉得很适合你,就买了,贺烟惊喜地看着,我继续道,贺烟,我们试试吧。 在刚才出图书馆看到贺烟的时候,我就做好了这个决定,不得不承认,在听到贺烟大方是爱的时候,我内心是开心的。 我想,自己喜欢上贺烟了,既然明确了自己的心意,我不想再吊着他了,只想和他一直在一起,贺烟有些不敢相信。 沈丰,你说真的吗?我重重点头,贺烟明亮的眼睛,欣喜看着我,什么事实,我可不是。 答应我了,就要被我黏着一辈子。 嗯,那就一辈子,谁怕谁,图书馆外,是一个开心到红了眼眶的女孩。 后面的日子,贺烟真的就一直黏着我了,正好这段时间没有比赛,也不用集训,贺烟只要一下课就跑来找我,偶尔在路上看到雇员,她看着我的眼神,总带着点忧怨。 每当这时,贺烟都会挡住我的视线,别看她,看我,醋已太大,几乎想时时刻刻跟在我身边,就像今天,我还在上课,贺烟就发信息来。 下课了吗?一起吃晚餐吧。 紧随其后的是欢乐蹦打小猫表情包,我笑着回复。 好,没想到这时,顾员也发短信息来了,下课教室门口等。 有东西给你,我猜她会不会发错人了,毕竟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,所以干脆不回复了。 下课后,我刚走出教室,就看到很多人往外面跑,说是有人在外面打架,心里有不好的预感。 我连忙跑出去,果真是贺烟和顾员。 几个女生将贺烟和顾员分开,孟远正在顾员身边查看伤势,我则跑向贺烟,你没事吧? 手怎么流血了?贺烟原本还很生气,看到我来了,才稍稍平静下来,我准备带贺烟离开,顾员的声音从身后转来。 沈丰,你瞎了吗?明明我伤得更严重。 你怎么只关心别人?我不耐烦回头,你身边不是有人吗?我关心我女朋友有什么不对,少来烦我。 眼角看到顾员旁边掉落出来的手表盒子,我猜着或许就是她想送我的东西,无视她委屈到哭出来的神情。 我抱起贺烟离开了,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她给的任何东西了,我打了车,准备送贺烟去医院,贺烟死活不肯去医院。 最后她说,家里有医药箱,只能妥协去她家,这还是我第一次到贺烟的家里,是她自己在外面买的房子,疼。 疼,疼。 我边上药,贺烟边喊疼,整个人透露这两个字,委屈,我心疼,说出来的话依旧严肃,知道疼,为什么还打架,你不知道棋手的双手多么重要吗? 废了你以后怎么下棋,贺烟却一脸坚定,就算这手不要了,我也不允许有人在我面前说你坏话,原来是为了我,心一软,傻瓜。 赫烟凑上来,语气撒娇,还疼,我揉了揉赫烟的脸颊,疼死你算了,赫烟靠得更近,直接坐到我腿上,四目相对下,赫烟眼神逐渐带着蛊惑的味道,我的呼吸急促了。 可以吗?奄烟回答我的,是她落下的蚊,反应过来的我一手俯上她的脸颊,一手按在她的后脑勺,加深了这个蚊,她的手不禁揽住我的脖子。 亲吻间隙,她开口道,笨蛋,亲自己女朋友,不需要问,抱着用力亲就行了,换来的,是我更加用力的禁锢。 第二天,我看到了孟远发的官宣朋友圈,她和顾元正是在一起了,很多人都点赞了,夸两人是郎才女貌,对此,我并没有什么感觉,毕竟很快就到了期末考,我没有心思花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 法学要背的东西很多,我要为了我的梦想奋斗,为了方便复习,我和贺燕见面少了一些,贺燕虽然委屈,却也理解我,正好她也要考试了,我曾问过贺燕为什么围棋下得那么好。 却要选择法律系,贺燕淡淡开口,我爸妈从小就感情不合,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不会询问我的意见,他们两个都是律师,所以也希望我做这行,他们要我骑马顺利在法学专业毕业,要不然就不让我继续下围棋了,我心疼皱眉,那你不是很辛苦,一开始确实很不甘心,可是见到你后, 我觉得这是爸妈做的最好的一次决定,贺燕用额头抵住我的额头,幸福说道,大学的考试短则考两个星期,长的话可能要考一个月,在刚考完几科的时候。 梦远被警察带走了,说他涉嫌在网上买水军诽谤他人,需要去派出所协助调查,这时候大家才知道,原来之前那些话都是梦远买水军污蔑我的,后来,雇员曾发短信,想要跟我见一面,被我拒绝了。 这件事最终以梦远当着群笑师生的面,向我道歉,并在网上公开致歉结束,瞬间,表白墙上大家都在嘲笑梦远,这次没人买水军,大家都是真情识感的。 甚至那些曾经在表白墙上向梦远表白过的人都以此为耻,顾远和梦远没过多久就分手了,期末成绩很快出来。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,这次我居然超越了顾远,成为全年级第一名,而我的目标终于能够实现了,第二学期开学,我拿着出国留学的申请表交到辅导员办公室,没错, 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努力学习的原因,很早之前,我就明确自己想要从事的领域是国际法,如果能争取到国外知名院校的留学名额, 对我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,刚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,就遇到雇员,你要出国,看来刚才在里面和辅导员的对话被他听到了,我点点头,准备离开, 却被身后的人拦住,如果我向你做最后一次告白,你能不能不走,顾远的语气带着卑微的祈求,犹如我之前一样,我摇头,顾远,太晚了, 出国这件事,我很早就决定了,顾远像是脱力般松开我的手,应该也松开了他心底最后的执念,当天晚上,乔治打电话给我,喝烟喝醉了, 一直叫着我的名字,我将他带回家,其实贺烟的酒品算好的了,喝醉了,也只是娇滴滴的抱着我喊老公,为什么喝这么多酒,我耐心询问,贺烟指了指心脏的位置, 这里难受,老公要出国了,见不到了,难受,我心里仿佛也被刺了一下,贺烟的师父近几年都会留在国内,而他还没出师,所以必须留在师父身边学习, 人家师父表示,学为其者,必须先静心,甚至连比赛都不让他参加了,要他先沉淀沉淀心性,这也就说,我们要异地好几年,那你希望我不去吗? 其实我心里想过,如果贺烟留我,我会不会留下来?答案是不会,法律是我的梦想,贺烟在为了他的梦想努力,我也要为了我的梦想奋斗,贺烟迷糊摇头,这些是我遇到的困难,我要自己去解决,我想帮助他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,而不是成为他奋力高飞的负担, 刚说完,不给我感动的时间,贺烟就吻了上来,你怎么还会搞袭击了?我的男朋友,我想亲就亲,意识迷乱前,我不禁心想,还挺霸道的,第二天醒来,贺烟已经不见了,旁边是他留下的字条,接下来我会很忙,别找我,等我忙完去找你,直到我坐上出国的飞机,贺烟也没有来送我, 转眼间,我来到国外已经一个月了,今天刚从超市出来,外面就下起了雪,我想起了去年下雪,贺烟亲吻我脸颊的场景,突然好想他,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,思绪飘忽间,我似乎看到贺烟站在马路对面,以为是出现幻觉了。 前面的贺烟忽然朝我跑来,直到他紧紧抱着我,我才真切感受到,这不是幻觉,贺烟真的来找我了,我依然不敢相信,你怎么来了,太想你了,没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,所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把师父打败了。 父母那边也被我说服了,就马不停蹄来找你了,原来这一个多月,他没时间联系我,是为了解决这些事情。 沈丰,我现在没人要了,只能赖上你了。 眼眶微热,我伸手揽过贺烟的腰,低头吻上了他的唇,赖就赖上呗,反正也要过一辈子的。 后来有一次,躺在床上,我昏昏欲睡,问他为什么会喜欢我,赫烟笑着吻了吻我的唇,那是一个小女孩和小男孩的故事。 小女孩因为爸妈吵架,被送到了奶奶家,小男孩正好暑假也回爷家玩,小女孩被人嘲笑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野孩子,是小男孩勇敢站出来保护了他。 那,那个暑假,男孩用自己的开朗照亮了女孩灰昂孤僻的心。